Hello, Hello, 大家好 高普說離任後兩天 不知道大家消化了沒有 但都迎來了宣布離隊後第一場比賽 捉重杯主場對轉駱惟治 清風送爽最後贏5比2 這場比賽主場出擊 當然轉場的球迷都會趁機會向高普致意 高普的旗幟高普之歌的聲音 肯定比以前比例多 之前小弟宋別廢明路過一場比賽 有九成時間都在唱廢明路那首歌 沒有九成都有八成 肯定會有些不同 其餘時間都很專注在比賽當中 球員表現都是格外落力 談談今場的陣容 八成最後一關就是艾利守護神 何況線由左至右 正選左閘都是祖高尾斯 兩位中堅是雲迪克頭一頭 乾納迪搭著查尼昆沙 右閘就是近期冒起的乾納巴達利 中場方面有一位新少少的面紅 潘是麥干勞 之前的比賽在今季一隊 合起來就踢了十七分鐘 三次後備上陣 數據網站說十七分鐘 可能計算保時 二十多分鐘 總之是很少的時間 但今場高普和教練團隊 對於他投意信心的一票 他的表現都沒有令人失望 稍後再說 兩位中場拍檔就是 嘉倫貝治和居歷斯中斯 前線三個 休息的就是路易斯特亞斯 正選三個就是 祖達、加普和紐尼斯 這場比賽相當強勢 利物浦對著內域治 對方有時放一些 451或541的密集防守 開球時看見猜拳方面 是有一點點的掙扎 但對方掙扎的時候 都打算放幾下短的 猜拳幾下 找位置再打上前 但利物浦沒有空間壓迫 去得非常強勢 所以絕大部份的控球和射門 都在我們這邊 在早段 很快很快 打開了紀錄 哪個助攻的呢 就是 詹氏麥干爐 禁區頂右邊 K角位位置 左腳在大位 北遠處去到 小禁區 遠處小禁區 左邊 居歷斯中斯 來到的頭錘 頂個彈地入網 遠處 1比0 領先後 以為很輕鬆 但誰不知 過了幾分鐘 到26分鐘 對方 其實 樂易志這場沒有什麼攻勢 但 偏偏 他們的效率很驚人 右路的角球 開出來 近處 很完美地 滑了 波 軟處 網仔入網 寄神 令到樂易志一度追平 1比1 但不要緊 譬如說 占士馬剛奴發威後 沒多久 乾爐巴特尼都不倒數 在右路回身 追回 搶皮球時 搶到皮球 然後 推幾步 和拉右邊的組合 配合 兩個 配合 兩下 傳送 或是撞牆 突破了四個人的防守 後面有很多吉位 光奴巴特尼送前 助攻 紐尼斯 在中間偏右的位置 面對門將 劏射入網 2比1 這也是 上半場的比數 上半場有權 再拉開一點 但是 加普 腳鋒 反而沒有那麼順暢 例如 乾爐巴特尼 其實有機會 是拿到 他的 上半場 有機會拿到 兩球的助攻 有一球在禁區 裡面 禁區裡面的 右扶位 衝前 窩裡 產傳 彈地 打擊 到加普 腳下 腳鋒直接射門 但是 吃得沒那麼順暢 那球 出了街 加魂貝智也有機會 中施的壓迫 搶到球 加魂貝智 一球 過了門將 門將 沒辦法 但是 後面還有兩個 護空門 所以 拉開紀錄 還差一點 不過不要緊 下半場 要來的 始終都會來 距尼斯中施 在後半場 一個橫越 大概30碼 長傳 對方加一頭 撐一撐 但是撐不到 很遠的距離 變相設了炮台 給祖達腳面左腳 抽個遠處 這球很漂亮 三比一 領視了三比一之後 一連串的調動 蘇布斯拿爾 蘇布斯拿爾 羅拔神 很久沒見了 他們55分鐘出來 拿回狀態 雲迪克 也入替 乾拿迪 祖高美斯 和中施 都可以休息一下 加上 上場 對著 潘利茅夫 和 富咸 分別是 英超和聯賽杯 加上今場 八天 打三場 但是 流放 輪換的安排 就可以令到 主力 沒有一個是踢足的 大家都有得休息 換完人之後 火力得以為遲 蘇布斯拿爾 出到來 馬上有助攻 角球開過內彎 外彎 右路角球開外彎 找到雲迪克 一頭頂入 四比一 剛才也說到 諾域治的腳峰 是很順很順的 後防的 少許失誤 面對對方門將 大腳開的長傳 雲迪克 頂向前 給對方 折倒 折倒之後 再傳給 尼滿 三十馬的隊友 說的是 叫什麼呢 沙斯 寶茶沙斯 一拿 一射 外彎 中高腰球 右上角對落 右邊中高腰球 貼柱而入 艾利守護神 都守不住 有勁度 有弧度 有拋物線 所以這球球 真的要給掌聲 寶茶沙斯 入球的樣子 以及 硬直 都值得欣賞 四比二之後 其實 都是一個大局已定的局面 之後 羅拔神 也進來了 不是羅拔神 路爾斯特瓦斯 也進來了 亞歷山大亞諾也進來了 亞歷山大亞諾 經過了 大約一個月的休養 然後 膝蓋好 出來的斬波 又是有文有露 狀態有軟射 有嘗試 蘇寶斯拿爾的狀態 起碼 在一個強度 沒有那麼厲害的環境當中 發揮到它們應有的東西 看看下場對著車路士 回復狀況如何 但是 情況是正面的 路爾斯特瓦斯 入體的就是 詹斯麥剛奴 詹斯麥剛奴 除了那球的助攻之外 今場是踢過六號位的位置 在阻擋對方的反擊方面 都做到事 雖然 有時都會被人過 有時都未掃得完 都是那句 要求 不能夠說太高 光奴巴特尼剛剛出來 亦都有 一些防守上的脫漏 現在就越來越少了 當然 其他的隊友 例如主要光奴迪 光奴迪 去到右閘的位置 都是 時有出現的一個狀況 都是他會做的工作 鬥著高奴巴特尼 所以 有一些 叫做師兄 有些師兄幫手 補位 去 執手尾 年輕的球員 就更加有這個機會 更加有膽識 去向前 嘗試向前衝擊 有成果的 例如上半場 下半場 下半場 尾段有一次 就是兩個年輕人的連線 麥干奴和 這個 光奴巴特尼 麥干奴在 右扶位 禁區頂 送那個直線 送這個 光奴巴特尼 去到禁區裡面 扶位 禁區滲入 那一隻 很通透的 傳送 很通透的 排排 他們 除了說 防守方面 可以 做到事情之外 做到串連 他們也有他們的創意 路易斯 剛剛說到 入體 麥干奴 麥干奴 是 似乎 對於 一隊的強度 是 未完全適應 或是未完全應付到 因為 是他抽筋 薄到抽筋 所以就換走 不過 都要幫他 說一下說話 他雖然說一隊 踢得少 但是 他在 預備組 即是叫做 Premier League 2 都有出場 都有出場 在青年隊 或是預備組 都有出場 所以 你說 是否之前有什麼選號 都有可能 說完一大量 到最後 江拿巴特尼 終於可以獲得他 第二個助攻 上半場獲得不到的 下半場獲得 彈地 窩里 全中助攻 加分比 射成5比2 這個也是 最後的比數 利物浦直 此進級到 足總盃的第五回合 有機會對著 修咸頓 或屈福特 都是熟悉的名智 熟悉的對手 但是 他們兩隊 都降了下去 英冠 會在聯賽杯決賽之後 在眼飛路球場上 繼續上演足中杯的 一個進程 四冠路程 似乎 支籤也是不錯的 希望 維持對著諾極志這種強勢 對著諾極志最大的意義 除了大勝 除了清風送爽 除了看見波羅力之外 阿諾、羅伯神、蘇寶斯拿爾 他們通通出來 亦有他們的表現出到來 阿諾軟射 蘇寶斯拿爾都有一些嘗試 禁區大位 左腳一邊 是有感覺的 對著車路士 看看有沒有機會出到他們 對著車路士 平常如果自己做片 講比賽都會講一些下一場的預測 但是今天 小弟就不在這裡講了 因為小弟 將會 今晚 星期一 晚 出街的古波仔 和佩茲一起講 對於車路士的預測 詳細內容 到時再聽 敬請期待 聽到這裏的各位 感謝你們 希望大家 留言、LIKE、SHARE、Subscribe 支持小弟 繼續更加有動力 廣播 順手追蹤兩個IG 主要是足球網站 如果有興趣 聽我的淫屍作隊 可以追蹤個人網站 留言 可以講一下今場的看法 對於占士麥光羅 覺得他的印象如何 有什麼期望 或者對著車路士 甚至對著阿仙奴 會有什麼 預測 或者擔憂 或者這樣說 加油、哈佬 都可以的 總之 大家熱烈一點 大家多一點的互動 按多點鈕 按鐘仔 就可以令小弟的內容 可以給予更多禮物 補球賣朋友 或者球賣朋友 看到 多些人一起看 多些人一起聊 大家都開心一點 先說到這裡 感謝爹爹 拜拜